世界上最大的地上皇陵 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 同时也被称为世界第八大戏 那么对冰巴友的研究的 可以使我们在线很多先亲世纪的军事 那么在今年六月份 其实是皇陵博物馆对外公主 这次新一次开军军事博物馆 得到的一些新鲜的军事 也就是说我们又是先亲世代的一些东西 在今天面临着又一次的建议 那么这个在考古约线会成为的 让冰巴友将会表达 整个过策的金氏亡灵 考古发掘又有新发现 冰巴友坑惨遭破坏 究竟是自然还是人为共活 传说中注满水淹的墓室 是否终得存在 老梁关事件 让兵马勇说话 与您一同抗究 一公新谜团 这些和真人一样大小的陶制素像 到在2200多年前就已经速成 在深深的地下 陈迅了将近22个世纪 但是 当他们重新站立在阳光下的时候 似乎每一个都能立刻开口说话 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秦始皇的陵墓中出土的兵马勇 我想兵马勇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这可以说作为中华国兵的象征啊 咱们这个从小孩到大人 可能对这个都一点不陌生 那么这次挖出来的很多 那个时候的陶勇啊 又令我们现代人大开眼睛 2012年6月9日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公布了秦兵马勇一号坑 三次考古发掘的藤国 此次发掘出土的陶勇 车马器 兵器 生产工具等各类文虎 共计310余件 陶勇编号120余件 另外还新发现了一批 色彩艳丽的彩色陶勇 秦兵马勇的彩绘颜色种类繁多 其中紫色尤为珍贵和罕见 这次出土的陶勇身上 就有这种神秘的中国籽 最令人惊奇的是 此次还出土了一个 眼睛为红色 重复为黑色的彩绘兵马勇头 多次的挖掘 八五年考古人员分别展开了两次挖掘 经过考古人员的保持 修罪和劈阙 大量倒塌破损的陶勇 最终整齐壮观地重现在人们面前 1974年以来 在陵远东1500米处发现 从藏兵马勇坑三处 藤品自行排列 面积共达两万平方米以上 四处陶勇八千件 战车百辆 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 其中一号坑为右军 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大的陶勇 陶马约六千件 二号坑为左军 有陶勇 陶马 一千三百一件 战车八十九辆 是一个由步兵 骑兵 战车等三个兵种混合土边的驱阵 也是秦勇坑的精华所在 三号坑有五十勇六十八个 战车一辆 陶马四体 是统赛地下大军的指挥部 整个军阵 构成了秦国军队编组的缩影 说兵马俑兵马俑嘛 说是打仗那个兵 根据他们坐在那个陶勇 这里能看出先秦时期排兵布阵 都怎么回事 部队编制是怎么回事 打仗的行刑过程是怎么回事 可这次挖掘不光是这兵勇 还发现了一个随军的马戏团 撒鸡团 也叫百戏勇坑 秦始皇用气势辉红的兵马俑 来守卫他的地下王国 同时也用百戏勇坑的陶勇 来丰富自己在另一个世界的业余生活 百戏勇坑位于陵园东南方的内城之间 更靠近秦陵核心区 是一个面积六百平方米的秦地宫培藏坑 1999年6月首次发现 去年8月正式发掘 在这个勇坑中出土的陶勇 他们不穿铠甲 也不抵上袍 上身赤裸 下身穿着类似全装的衣服 形态各种不同 完全不同于以往发掘的 以军事为主题的丁马俑 可以初步判断为 它是一种为宫廷表演的这种陶勇的现象 所以这些人呢 当时我的国代我们称为 统称为改戏 所以把这个陶勇 以这种陶勇为主的这个陶勇坑 定义为白系勇坑 在此次发掘的白系勇中 对见人注目的是其中一尊身高超过两米 较长五十四码的骨头巨牛 研究了演续一段 它可能处于表演团队的底部 起到承托作用 此外 白系勇坑中 还首次发现身体会有精美图案的炮丁勇 专家初步推断他们身份特殊 或许是宫廷表演团队中的核心人物 永康里还出出了一个青铜大顶和空心青铜球 专家推断很可能是戏友们表演用的道具 这次发掘出的陶俑呢 等于是丰富了以前 我们大家可能就是接触的比较少的那些陶俑部类 而且这陶俑里边呢 大家一看呢 发现先秦时候人呢 制陶这个水平非常高 你看一个烧泥土 然后制成这个陶采 这个水平 令我们今天好多人都赞叹不已 那么说到这呢 有的观众朋友有疑问 说这些陶俑干嘛的 说这就是秦始皇展示自己的威风吗 倒有这因素 你看咱们可以啊 看一下电影那个木乃伊三 你连接主演这个 那么就是把当初秦王那种威风 带成大仗的那种展现 我们看这个整个气势非常宏大的 当初秦朝的士兵建制 一直到兵马俑这个整个的构成 你就知道当初秦帝国的威风有多大 那么有人说说这个活着 他要这仪仗 死了之后要这排长 这那么些陶俑干嘛呢 这个咱们就得给大家先讲的 这些陶俑的主要功能是干嘛的 主要功能是陪葬 就陪着秦始皇 那么死了吗 就生前伺候你 死后也得伺候你 可是那么多兵 你要活人陪葬的话 那得多少人呢 咱就支撑兵俑 象征性的来陪葬 但是这个传统系统是从哪来的呢 一开始都是得活人 你包括秦始皇的时候 虽然这些士兵做成了超勇了 不是说用活的士兵来殉葬 但是秦始皇的后宫的妃子 只要是没生孩子的 都得来陪葬 所以这是先秦以前的 但是这个时代 中国殉葬制度非常残忍的一样 你看秦目宫死的时候呢 大概活的陪葬 活人有一百七七个人 这是由史记上名册记载的 那么到秦始皇这 有一点有进步 就是一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 出球战口往后走 发现活人陪葬本身太残忍 再一个对当时的生产力 会有很大影响 所以有人一点点发明 说木头人陪葬 等到皇帝这 说是木头陪葬 那不像话 你说这木头过一阵 它烂了 所以它改成了陶俑 这个陶俑呢 经过一些大师的雕刻 它都是按照模特的来 然后的雕好了 烧好了 这东西很磁势 跟着皇帝想到 所以就是说最开始 有活人陪葬 然后一点点发展到呢 代替活人的这种陶俑 出现冰马俑的 这才算历史的进攻 但是同时呢 却跟我们留下了 很多先旗时期啊 平军打仗的 一些活生生的史料 所以这是兵马俑 最大的历史战下的 那么在这一次 考古的过程当中呢 还发现了 有事 就是因为人们 已经刊决出来的呢 180个秦始皇陵的木坑里头 发现有12个坑被火烧过 这地里的 因为秦皇陵啊 离地里多远 26米到37米之间 深着呢 说这么深的地方 是哪着的火呢 兵马俑坑 为何惨遭破坏 是自然还是人为众国 老梁观世界 掌兵马俑说话 马上为您揭晓 有人说自然 他怎么自然 你看那里头有木头 烂了出找气了 自本就烧了 可是后来发现这不对 要照理说 他里头烧了 应该靠里边的 陶俑着的厉害 靠通风口这边的陶俑呢 他烧的差点 应该是这样 可是打开这几个 过过火的木道一看呢 越到通风口这 烧的越厉害 里边有的没动静 没变化 所以有人说 这个呀 人为的原因 人说谁干的呢 都到木的 到木才闲的 他把木开了 不赶紧进里偷东西来 他有工放火 他没得工火 所以这一次考证出来 哦 秦皇陵 地宫里着火 原来是人为因素 有纵火发 那么是谁纵的火呢 大家一琢磨 十之八九是项羽 他纵火的 人说是项羽闲的 烧这玩意干嘛 各位可能不清楚 项羽跟秦始皇他们家 有仇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